中國國台辦 今天出來開記者會 講到了好多次的九二共識 我真希望 他九二共識講清楚 是有沒有一中各表 還是一個中國 一個字都不敢講 只敢講四個字叫九二共識 我覺得記者也很可笑 我想記者可能不敢 如果我在那裡做記者我一定會問 你的九二共識是不是一中各表 馬英九說是一中各表 你覺得是不是 他一定不敢答 可笑真可笑 來我們來看微笑 赴美台兩岸蔡英文出州 找到民進黨不與中國為敵 歡迎大陸人士來訪 消息隔海傳到北京 國台辦是這樣接州 民進黨否定九二共識 堅持一邊一國的台獨立場 並沒有改變 如果堅持這樣的立場 事實上很多所謂的散議 無從談起 底線就是九二共識 話越說越明 甚至挑明了九二共識 不只是國共的共識 九二共識是由兩岸 分別正式授權的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和海峽交流基金會 協商達成的 而不是由國共兩黨達成的 代表的是兩雙方的共識 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今天把它找到 有關范立青講話開記者會 中央社說 中國說否認九二共識 兩岸將動盪 請大家看 范立青今天強調 九二共識代表雙方共識 過來 范立青說 九二共識是由兩岸分別 正式授權海峽海峽去簽的 再來 他強調 九二共識是兩岸協商談判的基礎 他這個否認或推翻九二共識 堅持一邊一國的台獨立場 過來 民進黨否定九二共識 過來 范立青今天很難強調 九二共識的重要性 范立青說 九二共識是兩岸雙方的基本共識 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 一個中國 九二共識我們是要知道它的內容 我們不是要范立青出來講說 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是什麼 蔡大哥 你也曾經對中國高層喊話 說你們如果看我們節目 你就出來說清楚 什麼是九二共識的內容 今天講的整篇沒有跟我們講 不敢吧 不敢啊 所以很顯然 如果有九二共識 金普通這幾天說 這個未來如果馬英九不幸連任 不是 不幸是我講的啊 馬英九未來如果連任的話 這個要可能到中國去訪問 那如果這樣幹嘛用黨主席的身分 直接用中華民國總統身分 各表 對啊 各表啊 你表你的 我表我的 以後兩海峽海基兩會談判的時候 一個五星期 一個中華民國國旗就插在那邊 顯然根本沒有所謂一中各表 九二共識只有中國的一中 而他要把這一中框架強壓在台灣身上 我要給大家看 這是正義 穗穎大哥拜託一下 請大家看一下來 穗穗大哥 我有標號喔 1234 567 他那七次九二共識有看嗎 九二共識是什麼 不知道 不敢講啊 不敢講啊 在這邊我聽說啦 我的了解是 北京當局有在看大話新聞 我拜託 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 所以還是一個中國講一下 就講一次就好 來 不好意思 來 我也想跟范立青講 你要我們承認九二共識也可以 但是你至少告訴我們 九二共識是什麼東西 我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你叫我怎麼承認 我去承認一個虛幻的東西 我做不到 這些台灣人 我想大多數台灣人做不到 你要台灣接受九二共識很簡單 你先告訴台灣人 清清楚楚告訴台灣人 九二共識叫做一中各表 還是一個中國都沒有關係 你把它講清楚 我們再來好好討論 要不要接受九二共識 如果九二共識叫做一中各表 ECFA ECFA是哪兩個單位簽的 一邊叫做海基會 一邊叫做海協會 請問這兩個是什麼單位 是政府單位嗎 不是 如果有九二共識 應該這邊是中華民國經濟部 這邊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 一邊叫上業部 兩邊去簽 這才叫九二共識 如果有一中各表 為什麼本來這國委員要簽的 江城會 投保協議 投資保障協議 聽說中國現在卡在兩個字上面而已 國際 他不願意 總裁要交給國際 中國看到國際這兩個 押共 怎麼是國際 這明明是國內事務 怎麼叫國際事務 如果九二共識 國際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一中各表 國際有什麼問題 對 所以今天范立青講的話 只是在證明一件事 馬來英九 從頭到尾都在騙我們 九二共識 根本沒有一中各表 從蔡英文宣布 不承認有九二共識 到要建立台灣共識到現在 台灣新聞一再的要求 拜託北京當局出來開記者會 外交部也好 國內辦也好 國務院也好 說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 如果這樣我們都同意 都承認 這個蔡英文也一刀斃命 怎麼都不願意 弘以我再退一步 就是說我覺得國台辦可以講 或中國任何個單位都可以講 九二共識就是中國這邊講 一個中國 然後台灣這邊講 不要講一個中國 或講一中各表 弘以這個我可以接受 就是說你把九二共識 兩邊各講各的講出來 我也可以接受 今天沒有 弘以今天連九二共識 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也不講 不敢講 他不是不講 他是不敢講 對 弘以我要講的是說 國台辦不敢講 外交部 之前我們看的是外交部 他是講很清楚 國台辦現在不講 國台辦現在從頭到尾都講什麼 九二共識 講七次 弘以我講 再講七十次 九二共識也一樣 因為我們都不了解 所以我說我退一步說 你乾脆講清楚 就說九二共識 就是我們這邊講一個中國 馬英九講一中各表 弘以我現在擔心 連這個東西也不會出現 以後 九二共識內容是什麼 就石沉大海了 以後每天都叫什麼 叫九二共識 弘以這可怕 一個不知道的東西 我們要遵守 然後如果不遵守 會動盪 這個實在是很高明 我再次講 如果真的是像金普通講的 什麼台灣共識立法怎樣 弘以九二共識來立法 你九二共識立法院 國民黨你有四分三多數 你立個法 說九二共識內容是什麼 台灣立法院通過 弘以這我也可以接受 這是我搞不懂 堂堂13億人口的超級大國 只敢講九二共識 我們拜託他講 是一個中國 還是一中各表 他不敢講 弘以怎麼講 如果講了是一個中國 那馬英九怎麼在台灣賣呢 那如果講一中各表 那國台辦要不要廢掉 所以我意思說 這個事情是所有 知道道理人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你們在騙 那為什麼 騙 然後覺得用這個騙 可以贏得選舉呢 不是 怕在反映清說 這段月其實要暗截一項問題 很簡單 他說這是兩岸 海際會 海社會 共同 說你 你把文件拿出來 大家都說 這一個東西 你台灣拿不出來 我們這裡有一問嘛 1992年的 對啊 大家就證明說 確實當時是有啊 他今天的記者會 他要證明什麼東西 這種九二共識 蔡英文說九二共識 是國共共識 他是在你訪問的時候說的 表示中國那邊看得清清楚楚 他是要來笑這個 不是國共共識 是兩岸的共識 你平常是海機會 我們這邊是海社會 但是又拿不來 所以表示他有沒有看不 你看得很清楚 對蔡英文所說的 會記得很清楚 但是如果今天你要蔡英文 聲明說有九二共識 你至少拿文件說有啊 當時是有 蔡英文才會承認 是 沒有 問家你要叫蔡英文 怎麼承認 按照收視率 一天大華新聞 大概總收視人口 是一百多萬 中國十三億人口 是個超級大過 總是要講九二共識 是一中個表很簡單的事 馬上就可以讓一百多萬人 這個幸福 為什麼不呢 請教一下 他不能講 洪宜 他講九二共識等於一中個表 中國會動搖國本 那邊會動亂 對 那邊會動亂 那就講一個中國 他講一個中國 馬英九就不要選了 現在就是國台辦 吃這個也養 吃那個也養你知道嗎 他不敢說一中個表 因為這是共產黨建國的原則 他們說六十年了 台灣是中國的 他現在說一中個表 胡錦濤不用明年 今年就可以提早下台 他如果說一個中國 那請問馬英九怎麼選下去 馬英九已經跟我們騙這麼多年 騙三檔 他跟你說 叫做一中個表 那請問 如果中國講說一個中國 我覺得今天國台辦的記者會 你會記得 上次外交部開記者會 我就在這裡預言 我說過幾天國台辦會出來開記者會 會比較和言月色告訴你 他會不提一中 被我料中 我在懷疑 中間是不是有什麼溝通的管道 這邊趕快打電波 跟那邊說 我們這邊選情告一下 趕快 國台辦趕快出來 再騙一下台灣人 故意去講那個很模糊的東西 那如果真的有九二共識 就拿出來嘛 是 中國的外交部 以及他共產黨的重要智囊單位 都已經講 所謂的九二共識 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所以國台辦是一定不可能在講什麼其他的 他現在是模糊 就是連我人說的 他不能現在拆穿馬英九的這個 這個西洋境 拆穿他的謊言 這樣喔 這樣 國台辦後來要怎麼來做台灣工作 做不下去嘛 馬英九會倒 但是問題是 我還是知道 重點不是在中國 重點是馬英九 你要出來講 國台辦出來講話囉 我請馬英九 馬政府 你明天出來回應 我跟你講 那個回應的稿子 我都給你寫好了 就照范立欽講的 再回給他一次 講什麼呢 今天台灣再度強調 一中各表是兩岸協商談判的政治基礎 推翻譜否認 一中各表會造成兩岸動盪 叫一些話 所有的九二共識把它改成一中各表 把它回回去 我看名字 馬英九你敢不敢怎麼說 馬英九還沒接到電話 他不敢 是啦 這是金普聰 黃創下先生寫另外一篇的金普聰跟馬英九 他說金普聰的風采邱藝人都遜色 馬英九的朋友 請注意看 朋友他是加引號 都說不求官 何必當官呢 馬英九依賴他們 他們依靠馬英九 這些不必負責的朋友們 無形影響力 就可能直接指揮官 有權 無責任 當官才是笨蛋 內文呢 請問 金普聰是誰 他該是一個沒有任何官職 據說是馬英九 朋友的人物 朋友是加引號 請問 金普聰的意見 各級官員敢不聽嗎 政壇都知道 馬英九喜歡用金普聰當黑臉 那些馬英九想說 想幹 但礙於溫良公儉讓形象 不好去幹的事 就叫金普聰去出面 馬英九的朋友 都說不求官 何必當官呢 馬英九依賴他們 他們依賴依靠馬英九 這些不必負責的朋友們 無形影響力 就可能直接指揮官 有權 無責任 當官才是笨蛋 馬英九有一大堆 自稱不求官的朋友 老師傳出對正式權利指三道士 台灣 有一個法定的內閣 還有一個馬英九 自己朋友組合的影子內閣 一個總統 兩個內閣並存 堪稱世界奇蹟啊 兩個內閣啊 這種亂象 馬英九要是不趕緊停止 搞朋友指揮術的話 將來 國家還能夠不亂嗎 古往進來的政治學課本 通通都可以丟到垃圾桶去啦 請教一下 朋友為什麼要加引號 徐老師 特殊朋友才會講 特殊朋友 弘以 對 國中大哥講 不是一般你以為 你跟馬英九是朋友 可以打電話去指揮官 是只有馬英九的特殊朋友 有這種特殊身分 才能去做這樣事 我覺得黃仲夏 講邱一仁 我覺得邱一仁真是可憐 當國安會秘書長 當總統府秘書長 幾個秘密外教事情 還被起訴 弘以 這個就教訓什麼 你如果真的要有權利 你真的不能像邱一仁這樣去當官 當官是要被監督的 當官是有政治法律責任的 清普通沒有啊 如果真的像他在鳳凰衛視講的 像鳳凰衛視裡面問的 如果他真的 弘以如果真的有去談 真的談好說選上以後 用黨主席的身分去 弘以 平時報的社論是說 這個是可能性最高 弘以我問你 陸委會沒有參與 國安會沒有參與 總統府秘書長沒有參與 立法院沒有參與 一個馬英九的加瓜號的朋友 就跑去談了 那台灣 你怎麼知道 談了除了用黨主義的身分 有沒有談其他東西 有沒有談說 F16CD不用買 有沒有談說 軍機摔了 算了 剛才一個朋友 摔多了 摔了20台以後 台灣又沒有人敢當兵 台灣又沒有空軍 台灣哪會有國防呢 侯一 談了有沒有談這些東西 我們想問 那誰可以知道 誰可以去查 可以叫來立法院問嗎 可以監督嗎 他以後出事情 今天馬政府官員 一大堆人在講九二共識 我就跟徐律師講過 以後民黨執政就去查 有沒有九二共識 如果沒有九二共識 這些人是不是在造謠 當官造謠 用假的東西在騙 這有沒有法律責任 要被划辦 侯一 這些人還真的是笨 當官還在講九二共識 有法律責任 這個沒有當官的 朋友身分的 跑去講說 用黨主席身分去訪問中國 嚇死一大堆call in的朋友 侯一 那這個人有責任嗎 沒有責任耶 拍拍屁股就走人耶 是 不好意思 對這個議題來賓都要補充 等一下回來還會繼續討論 待會兒我們先開放給大家call in 先休息進廣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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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